第一件事 刚刚你有特别提到一些饮食或那些 对不起 饮食或运动那些对于我们的心脏是有帮忙 但是帮助没有那么大 没那么大 没那么大 OK 我们重要的是三高会引起动脉硬化 三高抽烟体重这些会引起动脉硬化 那动脉硬化之后 然后就会造成血管狭窄 或者心肌梗塞或中风或什么那些 所以一切这些都是可以预防的 它这些大概都是一个源头 都是从三高 所以重点 但是下一个问题是 其实现在目前很简单 就是说你把胆固醇控制在多少 你大概心脏病日后的机会就多少 你血压控制在多少 你后面的控制机会就多少 但是下一个问题是 饮食跟运动可不可以控制你的坏的胆固醇 或者血压 那现在目前很简单 就是你就问你的抽血报告啊 什么那些就知道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说你的LDL 比如说我们说目标的LDL 假如说你是要降到55 就是很多人心脏血管已经有问题的时候 要降到50降到非常的低 如果你原来是130 这是大概平均的一个标准 你要降到55 你知道饮食加上运动控制 可以降多少吗 平均降8% 饮食加运动 我很努力然后只能降8% 大概8% 你最了不起的人大概可以降20% 但是130 你降20%你可以降多少 你可以降26% 还降不到100% 你目标离到55%还远的不得了 所以有的时候一个迷思就是说你觉得你很努力了 饮食很控制了 那这些通通都有做到 但是为什么还不这样 因为人家的研究结果就是不行 那还有一个血压 血压的话就是平均 就是说血压 血压的话越高 我们心脏病的机会就越高 中风的机会也越高 但是如果说你把盐巴完全通通陷下来 就是你完全不吃咸的 盐巴全不陷了 你知道血压平均会降多少吗 有的比较多 大概会十几 那平均大概也是6到8 那也没有很多 也没有很多 把心脏血管像丁字库一样 一条 两条 三条 真的是丁字库 OK 那丁字库呢 它这个血管呢 就像水管一样 负责心脏肌肉的工艺 是 水管里面如果有塞到 血流就过不去了 后面就造成缺氧 如果突然完全堵到 后面这一块 对 就会坏死 这就叫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 早年我们的想法 就是说血管呢 就像水管一样 今天塞30% 明天50% 后面70% 快要心肌梗塞了 赶快通通 把它打通 打通 输计一下就好了 这是很久以来 一直的观念 但是到后来 他们就有很多的研究 从2007 他们就发现 奇怪 为什么装了支架之后 心脏病没有减少 中风没有减少 心肌梗塞 没有减少 死亡 没有减少 到后来 他们再回过头来再看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先认为血管好 刚开始塞 其实血管 变得越来越厚 越来越厚 是外侧变厚了 反而是内侧变厚 是外侧变厚 外侧变厚 当然这外侧变厚 有的会直接 就直接有点 有点向内 因为这等于说 向内挤压 有时候会向内挤压 但是这种向内挤压 如果说你挤得更多的时候 就会造成一些症状 就是血管不通的 会造成症状 但是心肌梗塞 常常发生的时间点 不在于这里 反而是在这边 它有时候 没有怎么塞的地方 它会突然裂了 然后人会产生一个血栓 血栓把血管 突然下完全堵到 这就是心肌梗塞 所以我的形容是说 心肌梗塞 要把它怎么想 要把它想象是 土石流 要把它想象是土石流 崩坏崩塌的感觉 是 是血管壁的问题 然后突然下的崩塌 不是这种 越来越塞 不是泥沙淤积 它是土石流 顺间发生 62%的心肌梗塞 发生在小于50%狭窄的地方 意思是说 它塞的并不严重的地方 就是比如说 塞的并不严重 这边可能只有塞个 这边可能塞50% 那这边可能塞个 8 90% 它62%的心肌梗塞 是发生在这里 而不是最塞的地方 那就有些很有趣的事情 有些研究 他们说 当你塞得很厉害的时候 血流这边会加速 这边会加速 然后加速之后 我们就有个叫做 血管的血液的碱力 血液的碱力 那碱力会增加 碱力增加之后 反而会相对 相对会稳定 但是最危险的时候 是什么呢 有时候血管 我们在经过一个 比较宽阔的地方 它流速会变慢 对 流速变慢的时候 虽然你没有狭窄 但是这时候 最容易有血栓 这真的是颠覆 我们以往的这个观念 所以这下就变得 非常非常非常的怪异 为什么 因为你真的塞得 很厉害的时候 你未必会发生心肌梗塞 但是这种你会有症状 你会有闷会痛 会什么那些症状 心脚痛症状 但是呢 这种的话 反而未必会心肌梗塞 这种完全没症状 你反而会心肌梗塞 所以反而要关注说 我们的血管壁 变厚的这个问题 血管壁 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主要的问题 那之前 还有一个叫 弗拉敏罕的一个研究 它那边有一万两千人 那一万两千人 它就政府 政府资助 就这一万两千人 来来来 免费帮各位做健康检查 是 那通通免费的 你愿意来 我们就帮你做 那但是呢 交换条件 是之后你发生任何事情 通通要让我们知道 要回报 就要回报 所以那之后呢 他们就说 就大概有很多人就参加了 结果后来 他们就发现一些事情 百分之六十二的男生 就是心肌梗塞 或者猝死的人 后来有很多人 心肌梗塞或猝死 百分之六十二的男生 在发作之前 没有症状 完全没症状 没症状 那那个百分之四十六的女生 发作之前也是没症状 几乎就是没症状 那这样至少一半没症状 那所以有没有症状 跟你会不会发生心肌梗塞 未必能够扯得上关系 所以现在目前的观念 大概大概是这样 最新的观念要跟大家讲一下 观念就是 我的想法会说 OK 我们的观念是 我们血管壁 它是像年轮一样 一天一天一年年累积上去 越来厚越来越厚 越来越厚越来越厚 刚开始是血管壁 变得越来越厚 然后之后呢 有的人会向内挤压 对 那但是血管壁变厚之后 未必要造成 里面内径的影响 有时候就会裂了 就会产生血栓 就会把血管完全堵到 是 但是也有些 这个血管壁 当你越厚的时候 你相对的风险就越高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有说心肌梗塞 像土石流 对 所以那你如何让血管壁变得 就是不要厚得那么快 那些就是要靠的 就是要靠水土保持 那平常水土保持 我们该怎么做呢 注意三高 所以就回到了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三高 三高会引起动脉硬化 然后之后会造成发病 然后这会造成各式各样的疾病 所以三高抽烟 体重运动 这些才真正控制的基本 所以理论上 你去装支架 能不能预防心肌梗塞 那未必可以 那刚刚医师其实就有讲说 最重要是我们要关注三高 就是有一个 医师书本上的案例 我也很有兴趣 他之前讲说 病人在美国一家医院 做心导管检查 他检查 是说血管没有阻塞 结果回家后 一个礼拜竟然就猝死了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先讲故事 这是我一个学长跟我讲的 我是北一毕业 他就跟我说 他们医院 有个病人 这个礼拜做心导管 做心导管之后 发现正常 然后就很高兴让他回家 结果后来回家之后 一个礼拜 在家里猝死 突然一下过世了 那过世之后呢 然后他们就帮他 因为这时候突然一下过世 这要解剖 那个解剖的时候 就说三条血管 通通都有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故事呢 然后接下来被那个 被那个就是心脏科医师 听到就是大吃一惊 说导管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没道理嘛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导管的片子 就拿出来 大家开会一起看 那看了之后 结果大家都同意 说真的血管 新导管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那然后就现在 就话就传到 传到那个病理科 就说 你们要不要检讨一下 我们这些大家公认都没问题 他们也一样 把他片子拿出来 一样就发现 血管真的是塞得很厉害 他们也坚持 请问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就跟我们刚刚画的图 很有关系 我们的血管壁 如果说变得很厚的话 心导管的检查 是检查血管内镜 对 血管内镜 所以他的心脏科的医师 在说内镜很畅通 病理学家 他是用切片 他说你外面很糟 根本叫肌同压甲 但是问题 你外面变很厚 是不是会猝死呢 一样会 外面只要变很厚 它只要裂了 产生血栓 血栓把血管突然堵掉 它也是一样可以 会猝死的 一样吐石流 对 所以心导管检查正常 未必能证明 你不会心肌梗塞 其实之前有 美国的一个 一个期刊 还是杂志 他就有做过一个研究 其实很多的长辈图 也在传 你的血压这么高 其实没有关系 年纪越大 血压会越高 但这代表就应该要越来越高 那这是大概第一件事 是 第二件事 东方人比西方人容易中风 这是天生基因上的缺陷 就是人家观察就发现这样 东方人比西方人容易中风 二 中风跟血压的关系最大 中风跟血压的关系相关性最高 所以说西方人要求多少 跟东方人未必相关 所以大概在 大概在几年前 大概2019吧 那个台大王中道教授 他跟对岸合作 做了一个特别 专门东方人的研究 研究谁呢 就专门在研究 60岁到80岁 就研究在这一段 就说研究在60岁 就是专门找年纪大的人 抽签 一组 把血压降到130以下 另外一组 降到150以下 就比比看嘛 比比看谁可以活得比较久 那一组130以下的那组 大概血压平均是110几到120几 150以下的 大概平均是130几到140几 然后就这样分好组之后 就开始比赛 比什么 比谁活得比较久 谁比较不会中风 谁比较不会心肌梗塞 他们比了三年多之后 就发现 130以下那组 减少三分之一的中风 三分之一的心肌梗塞 四分之一心脏病 就是130以下的那组大胜 对啊 所以现在意思就是说 东方人你根本不要管老外 就是100 然后60岁到80岁年纪大的人 就是130以下 那至于80岁以上呢 那现在目前是根据这个来推论 就是说你年纪越大 血压会越高 对 但是你把它控制低了 是对中风啊 对心肌梗塞是有帮忙的